這一張的時間序就是要告訴你 從一大早到事件發生之後 這台工程車到底它去了哪裡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現在這個泰魯閣號事故 奪走了50條性命 而我們又發現了 當時開這輛工程車的李逸祥 好像根本就不打算說實話 所以現在檢察官只能夠透過 入口的監視器畫面 以及呢在網絡上頭 請所有的目擊者 請所有的鐵道名 如果你有拍到相關的照片的話 能不能盡量提供 來拼湊出當天的時間軸 首先就要來看到 是它沒有說出的真相 是它當時是早上8點多的時候 載著滿滿的輪胎 在花蓮市區這台車在行走當中 甚至在這個車子裡頭 是副駕駛座還坐有人的 而這兩項就讓大家覺得說 它之前說它是一個人去尋工地 而且是在停工的狀態 只是去看看而已 那為什麼要帶這麼多的輪胎 大家就打了一個大問號了 接下來工程車到底是什麼 翻落鐵軌的呢 因為來看到的是我們的記者 也告訴我們 當時工程車第一時間 應該是停在1號這個地方的這個位置 可是呢這個那個彎道 因為工程車很長 並不好過彎 疑似呢現在在檢調單位 他們發現車上行車記錄器拍下來就是 車子有發動 並非李翔說的拉了手剎車 自己滑下去的 是車子有發動引擎發動的狀態 然後卡在2號的這個位置 車頭卡進了樹叢邊 而透過運安會的這張圖 我們也發現空拍圖 明明呢怪手的這個頭 是往上右邊的這個部分 可問題是為什麼 當時運安會這個圖的 怪手的方向 卻是往這個工程車的方向 這當中是不是表示 怪手曾經有過動作 大家都在問 而也因為現在的 張官越來越多的證據 越來越多的畫面曝光 所以運安會告訴我們 除了說工程車 現在他們已經確定了 當天不只一輛開進工地這邊 甚至他們現在還說 這就連怪手現場 應該都不只一台 徹底的就是點破 李逸祥沒說正話 台鐵大出包奪太魯閣號 50條人命 運安會調查報告中 直指肇事的工程車 一度卡在樹叢 但到底怎麼翻落 現在傳出是因為怪手 想把工程車調離樹叢時 不慎鬆脫釀成大禍 在樹叢之後呢 後來就工程車 他就把整個電池 電門關掉 所以後面的動作 我們看到有一部分 但是這些怪手等等的事情呢 滿關鍵的 滿關鍵的 這句話為案情埋下伏筆 到底是不是怪手 幫盜忙惹的人禍 運安會仍然不鬆口 但踢爆現場還有另個關鍵 戳破李逸祥說 沒施工的謊言 因為現場佈置工程車好幾台 就連怪獸都佈置一台 當時上面有一個怪手 怪手他好幾部怪手 其中是哪一部怪手 在做什麼事情 相關的資料也一樣 都是交給檢調 檢調在處理 怪手佈置一台 現場佈置藝人在作業 也不但打電李逸祥扯得謊 運安會再證實 煞車也有大問題 工程車煞車根本就是私自改裝 效果連原廠都不認同 你是不是認貨 答案呼之欲出 接著林奕獻 李逸璇 SG調組台北報導 好要查的就是是不是人禍 因為必須要來究責 要來釐清事情發生的真相 現在大家都在懷疑 他到底是有沒有施工 因為來看到的是呢 他當時就講了 廉價時間沒施工 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台鐵也有提供 當時呢 這簡訊給李逸祥 告訴他這份公文 就是廉價期間 你邊播這邊不能施工 他也回覆了 可是呢 卻是在廉價期間 載了這麼多的廢棄輪胎 要去到工地 要真沒施工的話 再這麼多廢棄輪胎去工地 到底要做什麼 下另一個數字曝光了 說呢 目前啊 有一個數字出來 如果說 李逸祥他應該這個工程是 4月26號必須要完工 但要預期的怎麼辦 因為他一天可能如果預期的話 就要罰12萬元 所以就開始有人在講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才讓他在廉價期間 明知道不能施工 可是還要進出工地 還可能有在施工嗎 這些都是必須要找的 而另外呢 則是他一直告訴大家 他有拉手煞車啊 一定就是車子壞了 才會讓整台車突然往下滑 可這件事情 現在基本上 應該已經就是 戳破他的謊言了 因為檢調單位說 車子一發動 車上的行車記錄器 就會開始錄 而也就真的是 因為行車記錄器 錄到了發動中 車子往下滑 卡在數從的畫面 這不就等於 李逸祥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泰魯格號事故列車 下一站就快到花蓮 才剛出隧道 短短7秒內就發生意外 再仔細看車頭行車記錄器 當天4月2號上午9點28分 38秒05 列車剛出何人隧道南口 看到亮光 司機員發現前方有障礙物 在43秒06時 出現煞車的警任記錄 卻根本煞不住 9點28分45秒05 直接撞擊 一周序工程車 列車出軌歪斜 緊接不到一秒時間 火車頭就撞上清水隧道 北口洞口 但強大力量加速度 仍讓列車連環撞進隧道內 就在28分47秒 列車靜止畫面停格 罪魁禍獲首障礙物工程車 釀成列車出軌重大死傷 工地負責人李懿翔第一時間 卻謊話連篇 想要脫罪 三大謊言也隨著關鍵影像 一一被解穿 事發地旁的邊坡工地 已接近完工狀態事前 也規定廉價期間必須停工 李懿翔進連續假日 違法施工 離譜的是第一時間 還宣傳工程車有拉手刹車 想裝傻 裝到底 工程車引擎式啟動狀態 直接打臉李懿翔拉手刹車說法 而他還宣傳自己一人到場 只為巡查想將趙澤簡單化 撇清更多責任 事發前李懿翔開著 在滿輪胎的工程車 行進路口 前往工地 通通被監俱器排了下來 畫面放大來看 副駕駛座 還有一名穿白衣男子 直接打臉 影像曝光 貼陣如山 李懿翔扯下的滿天大謊 通通被解穿 接著裝備自己 姚立長採訪報導 音樂